词曲 李宗盛 不独终生 不独终生 再来我们也简单讲到燕 过去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使用燕 在新石器时代 但是那个时候的燕是用棒壳做成的 到了汉代 他们知道可以用石头把它磨成燕台 那么到了唐代 知道说可以用泥土把它塑成燕 然后拿去烧 烧出来变成所谓的陶燕 那个陶燕到现在都还有 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 那么有关燕台的种类 当然也是非常的繁多 任何的石头都可以做燕台 只是说好不好用 比较常见的是端燕 色燕跟承尼燕 那端燕色燕 这个你们查一下 资料就有 这个我就不多说 因为端燕跟色燕的名字 其实有很多种讲法 我这个不过是其中一种 所以有些人听了之后 可能会觉得 怎么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样 其实因为那个地方 古代的名称常常变 在唐朝那个叫什么 到了宋朝叫什么名称 到了明朝又叫什么名称 所以因为时代不同 所以在历史的文件上面 有时候他们所截取的 会片段 所以就会有一些小小差异 但是我想那个并不是很重要 那承尼燕就是像刚刚所讲的 他是一种陶燕 他是用湖里面 潭里面的那个 那个击砂 那个烂泥巴 把他捞起来之后 经过过滤 然后把他塑成烟台 拿去烧 因为他是在湖里面的 所以那个泥土会特别的细 适合拿来磨磨 那比较特别的是罗西石烟 因为罗西石是台湾的特产 我们知道了 老一辈的 这些这个从中原来的 民国38年来的一批 其实更早还有 他们来台湾 绝对不可能带一大堆的 大大小小的烟台 笔还可以带啊 烟台太重了 所以来到台湾之后 他必须要就地取材 因此他们就走访大江南北 到了着水溪 发现里面有一颗石头 上面还有一些残留的水分在上面 可是想一想 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下雨了 那上面怎么还会有水 因为他是航家 所以他就知道这个石头非常的温润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下雨那么久了 照理讲那个石头如果是不够温润 它很粗糙 很燥的话 那早就把那个水分给洗干了 对不对 他发现这个水分还残留在上面 这个石头一定好 何以见得 我们拿一块玻璃来把它哈去 哈去之后你会觉得 久久那个水气啊 它不会蒸发掉 但是如果你随便在那个水泥滴上面 你给它哈去 你口气再大 哈出去马上就不见了 因为地板它那个是很燥的 容易吸水 用这样的一个原理来看 所以呢 好的电台 也就是好的石头 它必须要不会容易吸水 所以那个是不燥的 不燥的 但是麻烦的是 你一方面要它不容易吸水 所以当然一定要很细嘛 它的毛细孔要很细 就像刚刚讲的玻璃 它就够细了 对不对 所以当然它没有毛细孔 它不会去随便吸你的水 但是同时 这个墨是要抹的 那磨 磨磨磨 磨几下呢 它磨就要能够发出来 你磨了好久 像玻璃那么的光滑 你磨了老半天 磨它就是磨不拢啊 那不行啊 所以真正好的石材 它就必须要发磨很快 三两下了 哦就拢了 而且磨完之后的那个磨 颗粒要很细 这才是学问 不然我刚刚讲的 我们在地板上 那个水泥滴 随便磨几下 因为它很粗糙嘛 所以磨几下 那个磨就少了一大截了 当然磨很容易浓 那问题是 磨出来那个颗粒很粗糙啊 那不行啊 所以为什么 我们平常看到外面那么多石头 什么鹅卵石 什么石一堆 但是那些为什么不能拿来当烟台用 就是因为 有些是粗糙 有些是太细 太细的没有办法发磨 太粗糙的发磨快 但是它有颗粒很粗 围堵这些石头 发磨快 而且磨出来了磨 有细 到底什么原因也不知道 我就曾经试过 那个顶级的锻炼 那个一磨啊 你手磨上去像什么 像那个婴儿的皮肤一样 真的是温润如玉 那么细的东西 那个磨条磨几下 马上就很浓了 就黑了 所以必须要这样的双重条件 才是好的食材 也因为这样才难得 好 再来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议题 我们讲碑铁 写述法都要讲 都要淋碑 要淋铁嘛 那碑跟铁我们不分 一般讲 你要多淋铁 什么是铁 就是碑铁嘛 对不对 那碑铁就是古人的那些墨基 我们拿来学 你要遵循古人这个传统 我们要学中文 你要知道说古人他们是怎么来讲中文 怎么来写中文啊 对不对 你要追寻那个源头啊 所以我们要去淋铁 为什么 因为书法不是我们创的 是古人创的 所以古人说的算数 古人写的算数 所以常常会碰到一些论战 他不喜欢深入 他会跟你讲说 请问为什么要淋铁 说淋铁又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去了解他 掌握他的笔法 要领结构等等 他说那谁规定的 是没有人规定啊 他这样问其实也有他的逻辑啊 他说这个是一定要这样写吗 如果我没有经过正式的碑铁的犀利 我这样子写 难道不行吗 因为那只是你们这群人认定说 是必须这样写啊 那我从这里面跳脱出来 我不这样写 为什么不行 对不对 但是其实很简单嘛 我刚所讲的 书法是古人发明的 古人创造的嘛 所以古人说的算数嘛 你说中文 它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啊 当然啦 因为这个是中国人发明的啊 你说外国人 他根本就没有进入中文这个领域 你随便乱讲一通 那个算中文吗 当然不算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出铁 要入铁 入铁然后再出铁 进去之后 你去走一走 你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他的原理原则 他的法则 他的律则 在哪里 对不对 不然啦 很多可能 你认为说 我这样龙飞凤舞 自己得意洋洋 但是事实上 那些东西 是我们老祖宗早就已经玩过 而且是被淘汰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进去过 所以你不了解 所以你现在所写 都是别人淘汰过的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因此 今天一开始 我就跟各位讲说 那个法门的法门 方法很重要 你要进入这个法门 当然有一些要件 那我可以举个例子的 你要进入这个法门 怎么进去 你从台北开车 要往高雄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的法门在哪里 各位师傅 各位未来可能都是高僧 你的法门在哪里 可不可以指点迷津 从台北开车 你要到高雄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先找到交流道 对不对 找到交流道之后 上去 中间不要出什么状况 很快 几个小时就可以到高雄 你没有找到交流道的话 你在台北怎么绕 绕一辈子你也绕不出来 写书法就是如此 你没有找到那个法门 没有找到那个交流道 怎么绕都没有用 所以我刚刚前面 我一再强调 这个所谓的山寨版的大师嘛 对不对 他如果没有找到交流道的话 就算他胡子留得再长 那个唐装穿得再厚 年纪再大 皱纹再多 也没有用 过去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印象 认为书法家一定就是要 像我刚刚所讲的那样子 穿着唐装 长袍 马挂 留着胡子 对不对 看起来有点历尽风霜 那个大师比较像样 但是现在会发现 大师现在怎么会那么年轻 那就是 有没有掌握到 药连跟法门 那如果你没有掌握到 正确的方法 我告诉各位 我前面所讲的 我们的左邻右舍 亲朋好友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 会写书法的 对不对 这个婚伤喜庆 拜托帮我写一个车辆前改道 过年之后 帮我写个春连来贴 那个都OK 但是那些人 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 一流的大师 为什么没有办法上台面 写了一辈子 为什么 因为他不断地在重复 错误的方法 他不断地在重复 错误的动作 所以怎么可能变成大师 真正的大师 那一定是要 解行并济 你要有一个方向 来引导你 让你每做的一个动作 通通不会让你白费 如果你一直远离踏骨的话 再多的生命 再多的青春 赔进去一段都还不够 对不对 我想这个应该各位都很清楚的 好 那我们讲到碑铁 碑铁过去 零铁 我们就 碑铁合成 但事实上 我们可以保 既然写书好 我们必须要有个清楚的概念 碑跟铁 它是不同的概念 什么叫做碑 一般如果稍微有一点知识的 一般书法老师会讲 碑那就是 刻在石头上 我们用旋子去把它踏下来的 黑底白字的 那个叫做碑 那铁呢 那铁就是白紫黑字 像王羲之南亭旭那一种 那个 末期 书法写在纸上面的 那一种 那个叫做铁 这个只是一个出钱的概念 但是事实上 碑跟铁 它不是那么的单纯 因为呢 因为黑底白字的 也有叫做铁的 各位知道吗 为什么叫铁 因为呢 到了宋代以后呢 古人运刷 运刷术不发达嘛 那个什么 摄影照相 也还没有发明嘛 所以呢 他们想要复制碑铁 只好都是透过两种方式 一个是 双沟填末 后面会讲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透过磕铁 我把蓝亭旭 拿来 磕在木头 或者是磕在石头上面 磕完之后 我用选择去把它探引下来 我就可以分送给我的学生 五十个一百个 不然各位想想看 如果一个老师 我要教这一班这个学生这么多 那每 我手上有一本主本 那我要一个人写一本给你们 我要写到什么时候 不可能 所以呢 他必须要想办法去复制 磕在石头上 再把它探引下来 这个是最快的方式 所以 那个东西 蓝亭旭 它本来就是铁 经过了石头的磨刻之后 再把它探引下来 它还是叫做铁 所以它不是碑 所谓的碑 原来就是在 山壁 在悬崖上面 不然就是在石壁上面 踏下来 那个才叫碑 所以呢 碑跟铁 基本上它有一些不同的概念跟意涵 再来要介绍的是有关凯书的原料 因为我们讲入门 但入门 有人问说 入门是不是一定要写凯书 各位认为呢 跟各位报告 如果是过去 我会跟大家讲说是 但是现在我会跟大家讲不一定 因为凯书呢 它是最容易入门的一个书题 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我们如果讲说对 书法入门是绝对要写凯书 那请问在凯书还没有发明之前 那些人他们要写什么 对不对 一句话就把它错破了 因为凯书真正成熟是到卫星时期 那在秦代 在殷商时期 在周代那些人 没有凯书 请问那他们写什么 他们要入门 他们入门没有凯书可以写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那么的武断讲说 入门非得一定要写凯书 但是因为凯书 它是中国文字发展到最成熟 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从最成熟的形态 逆推回去 那也非常不可 好 所以保留一点弹性 那凯书我刚刚讲的 在卫星时期 它大概发展到一个成熟阶段 那么在成熟之前 它势必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运量 所以凯书大概从汉代开始 就已经慢慢在民间 已经潜质暗藏 那么它是建筑在 传书跟隶书的架构上面 也就是说呢 凯书的笔法 它是慢慢的 先从凯书 跟钻书上面 逐渐萌芽 萌萌到一个阶段之后 它才独立出来 才独立出来 那我们知道了 文字的发展历程 从前面的甲骨 经文大传 小传到地书 然后再到行书 草书跟凯书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以为说 凯书它是最早产生的 其实那是不对的 甚至呢 草书跟凯书之间的关系 也没有人搞得清楚 认为什么是草书 草书就是凯书写好之后 我加快速度 行云流水 龙飞凤骨写出来 就是草书 对不对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 小时候就写那个 那个国字正题啊 写标准字题 写到最后越写就越聊草 就变成草书 可是呢 真正在文字的发展 这历程里面 这两种书题正好是颠倒的 草书是在前面 凯书是在后面 何以见得 大家会觉得很纳闷 其实草书是从历书 跟专书来的 那个时候一笔一画 在那边刻画 刻画到最后呢 干脆拿 二一天作物 三七 不管它三七二十一 原来历书一个国家的国 还要一 二三 然后这样子去写 后来呢 他们发现 我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那个国 那个框框 我就一笔 然后接下来 这边我就绕一个圆圈过来 这样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把笔画连贯起来 可以多省事 那过去呢 没有 在更早之前 没有印刷书 没有照相 没有摄影 所以呢 任何一本书 任何一个文字 统统必须要透过手写 手抄 所以呢 你今天我要教一个学生 诗俗嘛 要教一个学生 我比较抄书呢 要把一本论语 抄给他呢 一本老子要抄给他呢 那在抄的过程当中 他会想 我怎么样能够加快速度 抄一本老子还好啊 如果十三经要抄 请问你怎么办 对不对 当然要嚼紧脑子 平面的要去想办法 加快速度 所以呢 文字的演变历程 就是因为来自于书写 来自于书写要求高速率 要求这个速度要快 所以呢 才会不断地从这里面去简化 到最后不够 简化到不能简化之后 还要炒化 所以变成炒书 可是变成炒书之后就麻烦了 各位哦 现在看到你们不会 年轻一代那个小朋友 他们写那个 那个笔记本啊 拿来一看 哎 那是你什么 看不懂 所以呢 写到最后变成是 你写的我看不懂 我写的也看不懂 问题这个文字的东西 它是一个媒介啊 对不对 它是记录 而且是作为人跟人之间的媒介 我写的文章 你要看得懂啊 不然过去那个什么记证啊 对不对 我的诗作 哎 寄给你 请你指教指教 其实哪叫指教 寄给你要炫耀一下 哎 你看我这个诗做得多好 那你写的 人家看不懂 请问你怎么去沟通 你怎么去表达你的心事啊 表达你的想法 不只这样 我写的你看不懂 你写的我看不懂 写到最后是 连自己写的自己都看不懂 因此这个时候就有那个味道之识 就站出来了 哎 不行呢 这样下去以后 这个文字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一个地步 所以我们必须来一个政治运动 端正的正 文字的字 那什么东西呢 那个是文字的标准化的运动 这个文字标准化 在中国文字发展历程当中 是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 就是呢 放收 放收 收回来之后 慢慢民间开始运用 运动到一个阶段之后又会乱掉 乱掉之后呢 就必须要把它收回来 来 我们再正式宣布 这个字应该这么念 这个字应该这么写 所以呢 那个 牛仔裤 要叫牛子裤 对不对 淡仔面要叫淡子面 然后那个什么 以前我们念那个 欣欣学子 现在叫什么 孙孙学子 我是觉得这个也无聊了 但是呢 政府部门 过去呢 或许是民间他们自己自发性的 就必须要来个正因 跟政治 这样的一个运动 所以呢 凯书就是草书 大家写到乱成一通 东汉有一位叫做赵一 一二三的一 国字的一 他就写了一篇叫做非草书 什么叫非草书 就是非难草书 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大家拼命的写草书 写到大家都看不懂 乱七八糟 所以呢 他就开始非难那个时代的草书 他就提出了一些见解跟看法 因此呢 大家就从草书上面去进行整理 哦 你写的这个结构上面少了好几笔 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 因为打电 打电脑键盘取代的书写 所以写出来那个字都是叫做四个字 二二六六 你你六六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字啊 不是那个手不见了 不然就脚不见了 不然就头不见了 因此呢 大家就进行整理 哦 这个字必须要有头 这个手可以去掉没关系 那个字呢 那个手还是要 这个头可以去掉 经过整理之后 大家认可约定书成 那这个标准的话 当然必须要透过正体字 就是端正的字体 所以那些字经过整理之后 就变成所有的凯书 那凯书的起源大抵如此 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 它的名称在过去呢 凯书又叫做真书正书或者真凯 所以如果你翻开历史文献 看到哦 这个叫正书的 那个正书其实就是指凯书 还有啦 很特殊的是 在唐代之前的凯书叫做历书 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翻开 古代的那些典籍 或者是书法论注 唐代之前你看到 他讲历书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那个历书就是指汉代的历书 他们里面那个历书叫做凯书 有趣的是 那个实在他们讲的凯书 那个反而是历书 为什么 在汉代 历书叫做凯书 这里有讲 凯呢 还有规范凯书之意 也就是在汉代 我们通行就是这种字体 所以呢 这个是一种凯书 示范的字体 虽然我们现在称他叫历书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叫凯书 两个名词正好颠倒 很好玩 那么历书 跟凯书之间 他真的是 有那种基因上的遗传 凯书真的要好好感谢历书 因为凯书从历书上面 他得到了不少的养分 跟遗传的基因 也就是历书他确定了方块字之后 凯书从他的这个方块字上面 截取了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经过历书 后来的凯书 不见得会是长那个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 在历书之前的钻书 它是重长形的 那个脚伸的很长 那我就不知道说 如果从那个钻书 直接变成凯书 我们现在凯书 那个脚都那么长 到底 手跟脚那么长 有什么用 对不对 像我们这种身材 我们常常就会这样的质疑 手脚够用就好了 那么长其实不一定有用 所以钻书就被截掉了 就变成历书 那个手脚短短的 看起来短小近看也不错 对不对 凯书就截取这样一个良好的基因 那这个就变成是 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道统 中国人当然必须要 依旋这样一个中国的文化 人种慢慢走向 这样一个进化的历程 对不对 所以凯书 它是汉字定型化的一个字形 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很多文字 它不一定都是方块字 对不对 像那个英文它是一整串的 它哪是方块字 那中国文字就是因为经过了历书 那么历书怎么来 历书是从传书里面经过历变的 历书的历变化了变 经过历变之后就从那个传书 结构非常繁复 变成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懂那种字形 那个叫做历变的过程 所以中国文字这个历变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 就是由反而见 由古文变成清文 所以汉代不是有金古文字成吗 在学术上 金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文字 就是历书 我们现在看得懂那种字形 但是呢 好时不时呢 有一天在孔府壁中 挖出了一些古文书 里面全部都是古文 都是传书 结果呢 里面的传书的结构 跟现在的不一样 那OK 连里面的那个文字啊 跟当时流行的版本也都不一样 比如说老子 或者是论语或者是等等一些学术的 五经六经十三经 两个版本一对照 诶怎么文字不一样 有时候那个字数不同 甚至呢 那个句式 有些还颠倒 在古文里面啊 这句在前面 在经文里面 这句是在后面 所以就激起了金古文之声 当时的学者主张 应该是 现在这个例书的版本 我们坊间 我们读了这个才对 另外那一派说 不对呢 这个比较早呢 这个是从那个时代 就埋藏在这里面 所以应该是那个版本才对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 是经过口老相承之后 慢慢走样的 那到底谁对谁错 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因为古文家们 他们提出来这样的一种论点 想要推翻金文家 他们当时的那种学术的地位 但是那个时候 那些是主流 是不容去受到任何动摇的 我从小参加考试 读的书就都是这一套 你现在跟我讲说 我这是错误的 请问那我接下来 我要靠什么吃啊 对不对 全部被推翻掉了不行嘛 他一定要想办法捍卫自己 所以金古文 对中国文字影响非常大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这个凯书的成熟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叫做魏晋小凯 那在魏晋的时候 产生的这个凯书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我们看到 它是一行无列 对不对 我们现在凯书 认知上是要 左右上下排列很整齐的 但是那个时代的凯书 它是一行一行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年代 他们写那个行书跟草书 就是一行一行这样书写 所以呢 他也不接着说 我写凯书一定要左右对起来 他还是保存了 他们当时书写的那种习惯 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时代的凯书 虽名为凯书 可是它的字形还是偏扁 字形比较扁的 为什么 因为它距离隶书的年代比较近 他们多多少少也存在着 对隶书的那种依恋 他们觉得书法 文字 文字它应该本来就是长相 是比较扁的 对不对 像这个年代 如果常常看到 像我们这种身材 看久之后 人似乎应该就是长那个样子 对不对 看到那个高的反而会觉得很奇怪 开玩笑的 对不起 所以我说 那个时候他们有写凯书 之所以会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存在的写历书 视觉上那种习惯 第三个呢 是什么 虽然是凯书 但是它在某些笔画上面 仍然有历书 那个收笔的地方横画 往上轻轻的 向右 挑起来那种笔意 那个叫做燕尾 或者叫波泽 有一位美学家叫蒋勋 他就讲说 这个历书的波泽 这个燕尾 其实这个是 代表中国人一种 积极奋发 向上飞扬的一种气势 他说这个 跟我们寺庙里面 那个飞檐 异曲同工 你们大概比较研究 那个飞檐是怎么来的 那个历书的燕尾 就是跟那个有点关系 代表中国人一种审美观 好 所以魏京小凯 它就有这样一个特征 像这样子 一行一行的 那另外一种凯书 凯书有三大系统 一个是魏京小凯 另外一个就是叫做魏碑 因为它在北方 所以又称为北碑 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唐代的凯书 那个在后面我们讲 那这个北碑 它是另外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 各位看到了 魏碑比较特殊 就是它的字型 歪齐扭霸 对不对 它不会说是 方方胜正的站立任何地方 所以它所站立的姿势看起来是有点不太正经的 像那个软骨头的 站没有站香 坐没有坐香 但是呢 有些姿态就是很美 自行 外来外去 长长短短 它跟魏京小凯或者是唐凯 那是大义齐驱 所以它也变成是另外一种凯书的支派 那么这个魏碑 它在书写上 也不是说 就那么的 那么容易去理解说 反正外来外去就是 也不是 其实它有一定的法则 不过我想跟当时这个东西产生的位置 跟它的用途有关 因为北碑大部分都是磨崖或者照相 磨崖就是在墙壁上面 那个悬崖壁 搭音架上去写跟刻 写完之后再刻 那那个音架搭上去 哦那么高看下去 吓都吓死了 所以一边写一边胆战惊心 你说它怎么可能写出太精细的线条 不可能嘛 一边写一边抖啊 所以抖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因此我就觉得凯书最好学 为什么 因为凯书呢 你如果能够写得很稳 那就是未经小凯 不然就是唐凯 像欧阳巡那一种 那如果写出来那个线条 外七扭八 而且它一边写一边抖 抖出来就是变成卫背啊 所以不管写怎么 不管怎么写怎么像 好第三种就是这个体系 唐凯 唐凯呢 于是难 欧阳巡 储随两 这些呢 都是唐凯里面的大将 所谓的初唐世家 那么初唐世家 它等于是代表唐代凯书的一个高度 所以我们所谓的凯法大倍 凯书呢 到了唐代呢 它等于说所有的句法 通通已经完备了 那中国文字到这个地方也就close 关起来不再继续发展了 我们现在所写的文字的字形 通通是从凯书来的 包括后面的什么送题防送题 那个都是凯书的另外一种形貌而已 印刷体的或者是电脑上面的标开体 就是从凯书来嘛 从凯书进行张力 那么有没有人知道说 在中国文字发展立场 这么久的时间里面 为什么前半段 经过了几百年 就会有一次文字变革 甲骨文 金文 大转小转 我要讲历变 对不对 但是到了唐台之后 到现在又一千多年了 为什么 文字没有再有任何的改变 有啦 中国大陆 他们把文字简化 对不对 就简化字 除了那个之外 没有任何的改变 为什么 原因出在于印刷书的发达 唐代发明的雕板印刷 要一本论语 我就雕一本论语 把那个字刻好 然后不断的印 要五十本就印五十本 要一百本印一百本 过去我刚刚所讲的嘛 你要一百本 你要每本都用手抄 所以当然你要想办法去 简化 书写的程序嘛 那么经过了印刷书 发明之后呢 人们不必在书写上去 废太多的经历 平常还是写 但是写的那个量是比较少的 做笔记啊 写诗啊 或者是 我跟你这一本我要的书 我自己抄 就抄个一本而已啊 但是过去像十三斤 我说这一班同学 每个人都要十三斤 请问我要写到什么时候 不可能嘛 所以当然要想办法 但是有印刷书之后就不必在这上面费 费心力 因此呢 文字就不必再继续发展了 如果印刷书没有那么早发明的话 我跟你保证今天文字不会是这个样子 一定会更加的简化 这是非常有趣的 文字发展的率者如此 那尤其是到宋代 毕生发明的活字版 他发现 哦 论语 我刻好之后 它是固定的 每一个字 就是固定在那个地方 可是 当我要印大学的时候 之前很多字我都刻过了啊 现在我要再重新刻一次 啊怎么这么说 那个时候 我就把那个字把它切开来就好了 现在我把那些字把它抓出来用 对不对 那个叫活字版 所以如果打过那个中文 打字的都知道 它有一个字盘 那字盘啊 它固定一个位置 你要你就抓那个字 把它打上去 哦 那个是经过改良的 所以呢 那中国文字到唐太 那不再有任何的发展 主要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三大体系 魏京小凯 魏碑 还有唐凯 这是三大体系 我们现在 呃 在写凯书 大概也不超出这三个范围 不管任何的展览 你在什么画质上面 在什么比赛上面 你看到凯书 就是这三大领域 那么 我们看到的哦 欧阳寻九成功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一般写书法 大概都会写这一本 但事实上啦 这一本算是凯书中的极则 但是极则很难追求 所以呢 我们往往退而休息时 选择那种比较好追求的 像 余思南空子庙堂碑 还有 欧阳寻皇甫淡碑 像我上课呢 我就不教九成功 我就教皇甫淡碑 为什么 因为九成功啊 他就是太过完美 那人生要追求完美 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容许自己 有一点点小瑕疵嘛 人因为有一点小缺点 这个才叫真正完美嘛 世界哪有真正完美的 没有啊 所以皇甫淡碑 我觉得也比较符合人性 他还是非常的高 高度很够 但是呢 他没有像九成功 那样的追求完美 到吹毛求疵的地步 尤其皇甫淡碑 他的字格比较开展 写完之后呢 你不会为了 因为要追求那么 一丁点小小的 0.001 结果呢 把你整个心啊 给封闭起来 那皇甫淡碑呢 他这个部分他不坚持 他们稍微放开 你在写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字啊 会比较开展 心胸会比较开阔 那写字最怕就是放不开嘛 这个是欧阳巡 魏啊 就是假的 后人啊 所写的蓝亭序 那魏称是欧阳巡所写的 不过我觉得这本也蛮不错的 那后来像储岁良 储岁良各位知道 他是谁吗 看过电视剧都知道吗 唐代 在唐开宗年间 唐开宗 他喜欢书法 所以王羽之的蓝亭序呢 后来就跟他一起陪葬嘛 殉葬昭灵 听说啦 真姬是这样子 那么他因为喜欢书法 所以呢 他在朝中就 就 封了一个士书这样一个职位 士就是士封的士 跟皇帝共同来研究写书法 陪他写书法的 这样的老师 那个人就是余世南 前面所讲的 跟魏征他们都是好朋友 那余世南死掉之后 魏征就推荐了储随良 给唐太宗 逮捕了余世南这个位置 那么储随良这个人 在唐太宗年代 当然 除了当事书之外 一方面也可以参赞中书 因为大家都熟嘛 每天在那边 有时候就 随良啊 最近遇到一个什么困扰 你的看法如何啊 他就给他提供一些看法 结果后来唐太宗死掉之后 后来有一位叫做武则天 也在唐代嘛 武则天他到朝中 那要被封为什么贵人 结果呢 这位老臣啊 他就站出来反对 反对的结局是什么呢 等到武则天 他称帝取得天下之后 楚随良就被杀头了 我就想 这个是古代书法家 跟读书人的悲哀 我们写书法就写书法 不懂政治就不要随便 给他乱开口 你还是乖乖的写 我们书法就好了 对不对 他要不是当时 去做这样的建议 我想他不会死得那么早 不过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变成是正义民 他该讲的话 做该做的事情 另外 楚随良他的风格 各位看到的 前面的是这样子 事实上他表现出来的书风 是比较纤细的 而且线条是阿罗多姿 也因为这样 所以在出唐四家里面 他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大家 如果他的风格跟其他各家很类似 相近的话 他是等而下之 他必须要写出自己的面貌 所以我们翻开中国书法时 你会发现每一个时代 真正具有代表性的 都是有自己的面貌的 如果 如果你只是跟着别人写 你把王羲之把欧阳群 把他写到百分之百 没有用 因为那个叫欧阳群 那个叫王羲之 到最后要能够自出即柱 要另辟蹊径 古人他不过就是给你一个踏板 他是站在 他是一个巨人 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是你不要想说你要跟他一起当巨人 不必啦 你站在他肩膀上就好了 这样比较轻松 你就在他的基础上面 你就再去改头换面 那这样你就有成功的机会 所以楚水狼他就是这个样子 包括后面的 言真卿你看他的风格又不一样啊 大义齐趣 还有柳公权 柳公权跟言真卿有点类似 在风格上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言真卿是杨贵妃型的 柳公权是林志玲型的 他是比较细的 佛门圣地 不要讲美女 来 柳公权随着唐代的国事慢慢走下坡之后 他就把杨贵妃慢慢瘦身 把他送进妹登峰 之后呢 出来之后变成林志玲 所以呢 线条变得纤细 也因为这样啦 所以他才能存活 他今天如果还一味着在迷恋着那个杨贵妃 今天就没有柳公权了 所以人啊 我们是要立定志向 当然我们一定要缅怀过去 但是一定要展望未来 千万不要展望过去 好 那我们看到凯述的衰退 唐代之后 慢慢啦 物极必反 一个书体发展到一个极致 到最后绝对是走下坡 我想这个是任何一种学门 任何一个学科的定律 那一定是萌芽 然后发展到最后是成熟巅峰 最后就是衰退期 到最后可能就是close 就是关起来 那么凯述经过了宋代 现在几乎是一绝不正 为什么 因为到了宋代 大家对于凯运法的那种反叛 所以兴写了一种叫做上义书封 高尚而上 义就是写义的义 义识的义 上义书封 就是说我写书法 为什么一定要严守那个法度 我只要只要掌握一点点要领 我写我自己的风格 写我自己的感觉不行吗 所以苏东坡讲说 我书依照本无法 他是其中 提倡最低的议员大将 我书依照本无法 我写书法 本来就没有特别的法 不过大家忽略了 容易被他骗了 他说我书我写书法 本来就没有强调什么法 但是呢无法之中 只有法在 他只在写的时候 他不拘泥法 不过他因为他经过严格的训练 下笔他不强调 但是呢其实处处 处处都是法 处处都是法 那到了元代 这位赵孟福呢 凯书得到了一点复兴 到了明代 这些人呢 沈渡宋克 朱之山 朱云明 这些人呢 对凯书有一点的贡献 那这个时期 他们所写的凯书 那风格跟唐纳的凯书 就会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又加上说科举 所以呢 这个管阁体的介入 各位知道管阁体 为了参加科举考试 所以要把字写好 写漂亮写美写断正 所以考试的时候 分数才会高 这个就是赵孟福的书法 这是沈渡 这是柱之山 柱之山各位看看 他所写的 他是有行无列 对不对 看起来比较活泼 所以这个应该 各位列为刚刚前面所讲的 哪一个体系 魏晋小凯 有行无列的写法 大大小小 王宠 这个是吴宗的书家 这个也是 也是一行一行这样书写 而且笔画长长短短 有些称词 文宗明 他就借了格 一格一格这样子 比较端正 所以他这个就比较接近唐凯的写法 不过他自行 没有像唐代的凯书写的那么的端正 凯书的基本笔法 前面讲的是概念 但是现在真正要进入 书写的领域 我们在下笔的时候 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论辩 就是到底呢 下笔要长峰还是要入峰 以前的老师都教我们说 下笔的时候笔峰要轻轻的 往前逆一下 对不对 那个叫做长峰 那这个长峰一直困扰了我好久好久的时间 一直在想说写字长峰的用意在哪里 后来终于有一天让我找到答案 他们说因为过去写书法都是读书人的事 那读书人是经过教化来的 是有知识的有内涵的 有受过教育的 所以写字当然不能够锋芒外露 一定要内涟 对不对 所以写字的时候当然要长峰 代表一个千千君子 不会锋芒外露 诶 有没有道理 一点道理都没有 哪是 因为我发现凯书要长峰 除了凯书之外 其他什么行书草书 有没有人长峰 没有 那所以读书人就只有写凯书的时候 要有千千君子的风范 等到我写行书草书的时候 那个本性就录出来了 就这样嘛 不行啦 对不对 这样就表里不一嘛 所以这个凯书 刚刚所讲的那个论调 不过就是为他们来源源而已 为所谓的长峰 给他们找一点理由 事实上 长峰 最终的用意 在历书专书上面当然有 因为他为了要缓冲 写出那个线条 那他是源于历书跟传书 的那种缓冲的作用 但是到了凯书这个年代 其实 我们最清楚可以看到的就是 智永千志文 跟各位是同行 对不对 那个智永禅师 他是随代的一位出家人 他现在还有墨迹流传 我去非常仔细的审视 每一个笔画 竟然发现 他的凯书 没有一笔是长峰 那这样古人讲说 写书法要长峰 理由何在 古人讲说长峰 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写的字 没有一笔是长峰 那这样就很矛盾了 他们要学书法 大概都是从脱本上面来 你没有办法看到墨迹 墨迹在哪里 在宫中 对不对 在皇宫里面 一般老百姓怎么看得到 不要说学生 老师也看不到 所以老师拿了那本自帖 通常是什么 通常就是 踏本 就是所谓拓本 那这个拓本 一般 刻在石头上面 经过了千百年的风吹 日晒 雨打之后 某些线条 早就已经缓慢不清了 早就已经模糊了 所以原来下笔 齐笔很尖的地方 早就已经不见了 他所呈现出来的笔峰 就是顿顿的 整个线条就是锯齿状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隶书 那个隶书横画直画 中间都会这样抖抖抖抖抖抖 有没有 所以那个叫金石器 那个锯齿状 很多人就看到 那个蛮趣味的 所以写字的时候就跟着抖 跟着抖 抖出来 就有点像那个 末梢神经炎的人去写的 有那个效果 但事实上 到近代 我们看到一些出土 更早的时期 汉代 甚至先行时期 一些出土的末期 竹简 没有啊 那个时代哪有人写字这样抖 其实那个就是因为 时间风化的一个痕迹 那我们 不去了解 不去研究 所以呢 我们就写出那个效果 包括凯书 也是因为 那个笔峰已经不见了 所以呢 认为啊 那个没有笔峰 那我就这样写 就可以写出没有笔峰的效果 同时呢 我也想过 那如果要长峰 请问 什么叫做长峰 最主要是 下笔 不要有那个尖尖的露出来 因为古人没有嘛 对不对 石头上面那个都不见了嘛 好 那如果我今天沾了末 我用一支突笔 刚刚看的那个笔 已经没有笔峰的 突笔沾了末 在上面这样下笔 你看得出来 那个是长峰 还是没有长峰 看不出来啊 因为那个是笔峰 本来就不见了 对不对 没有笔峰哪来的长峰 或者是我墨沾多一点 下笔的时候 那个墨扩散了 那个笔峰不见了 请问 你看得出来我长峰 还是陆峰吗 明明我是陆峰 可是你看不出来啊 所以我们看到古人 这个现象就是 类似像这样 既然是像这样的话 那其实那个长峰 意义就不大 因此呢 现在我们所主张的 下笔 通通用陆峰就好 不必给自己找那么多麻烦 或许我这样的讲法呢 可能有很多人不以为这样 因为过去老一辈的那个书法 书法老师们他们教的 就是叫你要长峰 那已经是一种习惯 但是事实上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如此 那接下来再介绍一点 就是用笔的中峰跟侧峰 各位有概念吗 这张写书法要中峰吗 有吗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的线条是横的 结果你的笔是拿这样子 笔峰是朝上面 所以这样刷过去 就有点像那个油漆的刷子一样 笔峰朝上面 那个叫偏峰 如果没有那么偏 那个叫側峰 如果在写的时候呢 笔峰是在这个线条的中心线上面这样子 跟着这样过来 那个叫做中峰 所以呢 清代一位叫做包师臣 一位书法家 也是一位书法理论家 他就讲说 什么叫中峰 就是写完之后 你拿来映日 拿来映日 拿来映日 你可以看到说中间比较黑 两边比较白 他讲的这个理论是对的 就是说你在写的时候 笔 那个墨字啊 是透过那个笔峰 最尖那个地方 充分的渗出来 那两边因为是笔峰 所以墨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两边比较白 中间比较黑 当然我也照过啦 一照全部都是黑的啦 但是他讲的 他只是强调 让我们知道说 就是中心线 笔尖 笔峰就是在那个线条的中间 所以理论上是这样的 没有错 那么 很多人就陷入中峰的迷思 从头到尾都要中峰 所以呢 这样子 到这里 到这里 笔就抖抖抖 顿几下 然后再下来 这样就中峰了 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可以中峰啊 那他到这里要盾 是什么作用 各位看看 在这里 这样子 在这里 笔峰朝左前方 是不是 往下 往下的时候 请问这里是中峰吗 没有 他的笔峰是在偏左上方 所以这一段哪叫中峰 不是嘛 慢慢慢慢往下 再把笔峰转转 这个才叫中峰 所以 我们得到一个答案 中峰 它只是一个原则 它是以中峰为主的一个概念 但是是必须撤峰为辅 因为任何一个下笔 笔划转的地方 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中峰 但是我刚刚讲的啊 老一辈的 他们就认为说 古人讲说写字要中峰 所以呢 写字的时候呢 做字要非常端正 要这样子 然后笔要拿得很正 那手腕还要提起来 这样子写 这样才能真正中峰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峰的迷思 因为这样子写 其实我才刚蹲两下 就已经开始痠了 我跟你保证 你写完一幅作品 淋完两页的帖子 绝对虚脱 那不符合书写的原理的 还有啦 那个手提那么高 这样子可以中峰没有错 但是呢 有些字啊 事实上是不需要提那么高的 我们写那个九宫格 就是那个毛鞭子 十五格那种 其实写字的时候 这里可以靠呢 这个整个手腕都可以靠 哪里不可以靠 这个地方不要靠就好了 因为你靠 这个地方就死掉了 僵硬掉了 这里不要靠 这里可以靠 至少你可以保持 有这样的活动空间 够啦 因为它的格子只有这么大 你只要写横画写字画 伸展的空间够就好了 那如果是写那个影头小凯啊 我们要给朋友写信 那个小字 怎么办 告诉各位 整个手都靠上去啦 光是用那个手指 来运动就够啦 手那么高干嘛 我就看过有人写小凯 他就站着这样子写 写小凯 那一边写一边抖 有什么用 你要展示你的功力 但是到最后字没有写好啊 对不对 写字是一种私人性很强的东西 所以大家看的 不是看你那个过程 是看结果啦 看结果啦 这个 这个 一个 一个 武术高手 他教学生的时候 哦 他十八班武艺 似乎样样精通 结果一下场马上 两下就被击倒了 那 没有用啊 对不对 那只是一种花拳秀腿而已啊 所以我就 我说这个游泳教练 他在岸上讲的天花乱坠 下水淹死了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书法他是实现知学啊 跟学佛一样啊 解行并济啊 学佛跟佛学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你们专家 你们应该来教我才对 书法如此啊 一方面要透过理论 知识来引导你 一方面你要去实践啊 有些人是写了一口好字啊 他很会讲 叫他写 我今天不太方便了 改天再写给你看 因为他只是懂一些理论 那你没有透过实践 告诉你 你那个理论可能都是空的 因为你没有经过印证 他们说不会啊 有些东西 我从书本上 我可以去吸收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跟你讲说 这个笔画是高难度的动作 你能体会吗 你体会不出来 因为你不会嘛 所以一定要去实践啊 去实践你才知道 对不对 我们叫苦行生 为什么叫苦 你没有去体会 你怎么知道 那没什么啊 每天在那边 这个过得那么清幽 怎么会苦 你去试试看你就知道啦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所以呢 我们讲到 路风跟长风 还有中风跟侧风 好 最后一个 这两分钟 因为我们上课上酒的习惯 常常会到最后 再来一个 最后一个 绝对是最后一个 后面还是有 好 讲提案啊 提案 这也是很重要 提案啊 是可以讲说 在书法 书写上 最具关键性的一个动作 刚刚我们讲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说到这里 然后笔 顿顿顿 因为顿一顿啊 把笔风转正下来 才变成中风了 他的用意在这里 可是他殊不知说 其实不必这样顿 这笔过来 到这里 如果你把它提高 提高之后 让笔能够还原 还原之后呢 再重新起笔 下来 就容易达到中风的效果 那个效果 就像是回到那个燕子上面 把笔再重新挑签之后 再来写那个笔画 到底是一样的 因为你让它还原嘛 如果你笔没有还原 笔被你压开了 再往下 这个笔画绝对写不好 你如果是到这里笔提高 还原成圆锥形之后 再重新下来 就好比是你刚调完笔 从这里下去 这个笔画可以写得好 的道理 是一样的 因此 提案的作用 就是 回归到最前面 我们所讲的 就是呢 每一写完个笔画之后 让那个笔 能够还原 能够回归成圆锥形的 更简单一点讲 就是 我一边 一边在纸上写书法 一边在线条上面 去调我的笔 把笔理顺 把它调间 调正 而不必每一笔写完 通通回到 燕子上面再来调笔 因为你写楷书可以 你如果写行草书的时候 绝对不允许 像刚刚讲的 国家的果 这样子 右边绕下来 这里中间可以说 我到这里停一下 我再从这里接吗 不能吗 因为它是连成一笔的 这中间最重要的 一个动作就是 把笔提高 到转弯这个地方 提高之后 让它变成尖尖的 然后再往下绕 因为这里又是中风 那里是中风 那请问 中风最重要的用意 跟它的作用是什么 你在强调中风 那为什么要中风 你们知道 如果知道 这堂课你就不用听了 等一下你就可以下课 我前面不是讲过吗 这个笔洗完之后 那个水往地上一甩 从哪里出去 笔尖 笔尖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中风 中风就是 你的笔在纸上 书写运行的时候 让里面的墨汁 能够充分的渗到纸上面去 那个线条的质感才会好 如果你是用这样横向的这样刷 它的水分 它不会从中间出去 出去不会那么顺 所以那个线条质感就不好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的出水性会比较好 比较顺畅 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其实 这样听起来两个小时 好像觉得被我骗了 书法师父 也没那么难嘛 到最后听起来不过如此而已 确实是如此 所以呢 当有一天你成为得道高升的时候 你才觉得 我在这里面投注了几十年 结果到最后 我所得到的就是要这个而已 对不对 一个老人家到最后 你说得到什么 没有得到什么 凡朴归真 洗尽千华 你没有千华 怎么洗 对不对 说我这个一辈子淡薄 当然淡薄 因为你一辈子没有赚过什么钱 你不淡薄 不然你怎么办 什么叫淡薄 淡薄是真正你曾经 拥有 而能够放弃 能够放下 能够舍得 那个才叫淡薄 对不对 红衣法师的书法 为什么会大家对他评价那么高 因为他曾经用尽所有的书法的技法 但是他最后却能够扬弃一切的技法 真的是我输依照本无法 他把一切的法视为无物 那才不简单 我们一般正常人蓝 不曾拥有的 你本来就没有 所以你到最后还是没有 当然你可以洋气 这个没有洋气的问题 可是你曾经拥有的 我家财万贯 你说叫你全部通通割舍掉 可能吗 蓝蓝 那红衣法师他就有这样的一种魄力 他曾经什么法都懂 但是他最后把那个法通通拿掉 大家对他赞配的是在这一点 可是一般人 不太能够理解他的书法 那稍微懂一点点 会怎么去诠释他 你们听过吗 请问洋衣法师的书法好在哪里 常常会有人这样问我们 那一般的老师都会怎么讲 好在他没有火气 就这样一句话带过 其实没有那么单纯 其实真正 他这个书法里面所代表的意涵 跟他的那个故事性 更深层的 是在我刚刚所讲的那个部分 他能够放下 人生能够懂得放下 那就不简单 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对不对 所以他讲说 不是他讲 这个王国伟讲的 人生三个境界 到最后的境界是什么 众里寻他千百度 慕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山处 所以绕了一大圈 什么王羲之 袁真 青 柳公泉 写了一大堆 到最后要的 就是心目中 这一根最理想的线条而已 不好意思啦 耽误各位的时间 后面还有很多人在讲 以后有机会再来一次 再来做送 谢谢各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202 608 012 001 202 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大吉大乘十轮经 祈愿国泰民安 封条与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恭请自成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2月18日星期五 地藏十轮经 第一卷至第四卷 2月19日星期六 地藏十轮经 第五卷至第八卷 2月20日星期日 地藏十轮经 第九卷至第十卷 下午放宴口 每日上午八点开始 地点南投县普里镇天子宫 南投县普里镇中心路23-10号 洽询电话 049 2315 999 049 2315 999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参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洽询电话 大家好我是袋少纯 今年本社会已经治好第3个 Covid-19疫苗 派药的疫苗进行就要够看 27企 根据自己的身体重力 近乎真正上 中文都要有家族 人家有家照顾的人去背叛它 跟派药的医院所在 会有医生给你拔高 但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请到医生 请卡闭起来 才等于意料 達到現場的幾乎效忠十五分鐘以上 感覺自己身體沒有鬆快 就能回家的效忠了 回家後要特別注意自己身體狀況 的效忠及淋水 但是我感覺身體不鬆快 就像我發燒 我超過四十八點鐘的時候 感覺像這樣 穿著穿不穿著 會昏 會傻 會傻 是我的頭髮不傻 還有全身的起床 我們如果誇張叫家的人 帶來給醫生看 我是當時 請你跟我一樣 請我們別起來來去煮疫苗 提升保護力 傳譯 詞曲 徐甸 無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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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